大家好 刚刚过去这个周末有几个消息都值得关注 12月10号是世界人权日 北京有几百个所谓低端人口 就是外来低收入的务工人员 在朝阳区费家村举行示威 拉红扶喊口号 反对暴力驱赶 要求保障人权 其实呢 我想这个示威也有可能包括了一些 本来就在北京的外地访民 他们和这些所谓低端群众结合起来发起了这个运动 再有一个事情就是北京时间星期一上午最高检察院 以涉嫌受贿对孙政才立案侦办 这些方面的详细内容呢 我们另外找时间再说 今天我主要想讲一下12月8号 中共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开了第一次经济工作会议 研究明年的经济工作 这个经济上的问题呢 是涉及到中国未来全局变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今天重点想谈它 本身这个会议它是个例行会议 就是12月份它有三个与经济工作的会议 其实是连开的 先是12月6号 习近平与所谓党外人士座谈 听取与这个经济工作有关的意见建议 然后是开这个中央政治局经济工作会议 再然后会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从今年年底开始 有一个大的背景的变化 就是中国经济面临着外部环境的改变 是川普的税改所带来的 这个东西它会是未来几年影响中国经济前景的重要变量 也是我们当前在谈论中国经济的时候绕不开的话题 可是对于这么一个重大的外部环境的变化 官方在对政治局经济工作会议的报道里面 它很少提 对于国际因素 它只提到了一句很笼统的话 它说 全球经济复苏乏力 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 地区性和全球性的冲突因素之意增多 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 这么一句话 当然你听起来似乎是不关痛痒 也很含混 但是你要比起去年的报道来讲 它已经丰富很多了 就是去年年底 开这个政治局经济工作会议的时候 它其实是把经济和安全议题混在一起谈的 去年的报道提到国际因素的时候 只说了一句话 说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 统筹安全发展两件大事 那更含混 那川普这个税改啊 是最近被讨论很热门的话题 他对中国很明显 它是一种竞争性的压力 也就是说对中国政府来讲 它是风险大于利好 非常显而易见 这个税改政策 它会刺激工作机会和投资回流美国 我今天呢想仔细谈一下 就是税改它会以哪种方式作用于中国的经济 周末的时候呢 我看了这个看中国网站转载的一篇博客文章 标题叫做从加息到缩表到减税 美国想从中国拿回什么 建议大家也可以读一下 这篇文章的大体思路我是赞同的 就是说加息和缩表这两种货币手段 它对于召回国际热钱回美国 有立竿见影的作用 但是它对于召回在中国的实业投资 这部分资本的作用是有限的 说到这儿多解释几句 所谓缩表的表指的是资产负债表 就是美联储要减少它资产负债表的规模 也就是缩减基础货币的规模 这些货币金融政策听起来是很复杂 但是它的基本思路其实也不难理解 就是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 各个国家的央行都搞货币宽松 大水漫灌 可着劲的发出钞票 同时把利率降得非常低 鼓励大家借钱投资 拉动复苏 那经过这么几年 美国搞了几轮QE了 就是量化宽松 现在经济又好转了 再复苏了 所以美联储就要改变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 它要抑制投资过热 那一种手段是加息 另一种手段就是美联储 它可以抛售 它持有的债券 停止到期债券的再投资 那么就能够起到回收基础货币的作用 也就是减少了世界范围内美元的流动性 相应的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美元投资 流到中国去 那中国实际能利用的外资规模就减少了 所以大概它就是这么一个英国传递的链条 但是缩表这个事呢 它主要是减少了中国能够利用外资的增量 就是它减少了流入中国资本的数量 但是对于在中国的这些外资的存量 它未必能起到很直接的作用 然而减税则是直接对在中国的这种实业投资 发出了回到美国的号召 所以上面讲的那篇文章呢 认为减税才是终极大招 中国实业投资领域的外资将剧烈缩减 大量企业将流回美国 那作者没有说的一句话呢 就是这将对中国的经济构成沉重打击 在这篇文章观点的基础上 谈向我的看法 确实啊 投入实业的外资 在中国外资总量当中所占的比例是最高的 大约是44% 美国企业 那会不会因为川普的减税就大量回流到美国呢 以及别的国家会不会改变心意 就是以后不在中国投资了 有新的产业投资投到美国去 这实际上它是取决于每个企业对自己利润的核算 我们这里笼统做个分析啊 就是企业的成本构成里面 劳动力成本那肯定是美国高于中国的 原物料成本呢 这和每个企业所处的行业有关 没有办法一概而论 对制造业整体来说 中美并没有明显谁占优势的情况 另一些生产过程当中的成本 你像土地使用成本啊交通仓储成本啊 还有电力能源这些方面的成本呢 也是要区分行业和地区 也涉及到供应链的长短 不好一概而论 总的来说呢 中美在这些方面正在接近 那成本里面剩下的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项 就是税负 川普降低了企业税之后 确实能大大提高美国在这方面的竞争力 好说到这儿呢 我们要停一下 就是以上分析的这些角度 是我们从大多数文章里面可以看到的 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就是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种分析角度 它有很大的局限性 第一个局限性 就是它仅仅是从成本的角度来分析 川普减税以后 它所带来的中美两国在吸引资本方面竞争力的变化 而企业决定把钱投在哪里 它最终权衡那个因素啊 其实不是成本 是什么呢 是利润 是投资回报 也就是说 对一个美国企业来讲 它算自己的账 就算在中国 它的用工成本增加了 土地使用成本也上升了 但是只要它认为 中国这个市场的规模够大 在这个市场取得的利润 扣减增加的成本 它赚到的钱 仍然多于它在美国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 再卖到中国来 那么它仍然会选择留在中国 它或者仍然会选择增加在中国的投资 所以最终它是一个投资回报核算的问题 它是每个企业怎么算自己账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分析川普的试改政策 对中国造成影响的时候 只从削减企业成本 这个角度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同样还要看另外一段 是更加重要的一头 就是减税以后 企业在美国生产能够多大程度增加利润 所以重点就来了 就是减税释放美国社会消费力的问题 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扩大美国国内市场的规模 这是衡量减税以后中美两国吸引外资竞争力变化 非常重要的因素 要说终极大招呢 我觉得减税能扩大美国国内市场规模 恐怕才是终极大招 至少我觉得它会更重要一些 目前对这个川普税改的分析文章有很多 有各种图表数据了 说明这个税改对美国不同阶层的影响 基本上共识就是中产阶级高收入阶层 从这个税改当中获益会比较多 而低收入者可能会有些损失 有多少损失这方面有争论 财新网在10月底有一篇文章就认为 因为这个美国的个人消费支出 它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 多年以来是相对固定的 所以可以直接推算出来 税改直接释放的消费力就有3000亿美元 就是把个人所得税减了 那么家庭可支配的收入多了 仅仅是直接释放的消费力就有3000亿美元 这还不算税改以后 企业减轻了税负负担 投资新网它肯定会增加工作机会 以及带来员工收入的提升 你还不算这部分消费力的增长 所以我们是可以预期税改一段时间以后 美国国内市场的规模会扩大 于是乎企业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就要考虑了 美国国内的消费市场前景是新浪的 这个算盘就得重新拨了一下 在美国投资 增加的收益减去成本 它的投资回报率跟中国比较一下哪个更高啊 同时你不仅要考虑现在的投资回报率 还要考虑投资回报率变化趋势的问题 对吧 在哪投资划算 这个结论对于跨国公司来讲 它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做出 也许中国的消费市场 在这些跨国公司眼里看来 仍然是个巨宝盆 暂时离不开 不过大伙别忘了 中国大城市肯定是要开征房地产税的 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 它的消费能力是会被挤压的 而美国那边是在减税 消费能力是在被释放的 所以这一消一涨 这个权衡的天平啊 恐怕现在看起来是朝美国那个方向倾斜 就算中国美国这两个国内消费市场都在增长 但是美国减税所带来的消费力释放 它无疑给美国多增加了一个砝码嘛 加上美国的法律制度 这些软环境是比较健全稳定 所以它无疑也会增加对很多企业的吸引力 就是跨国公司你在衡量投资回报率的同时 它要权衡风险因素 它可以不从中国撤资 因为有些企业在中国追加投资建生产线还很新 它不可能两三年就撤回来嘛 它投资都还没收回来呢 但是当它考虑要多投资建一条生产线的时候 它恐怕就得想想 是继续投资在中国还是投在美国 刚才讲的是被很多文章所忽略的一个因素 就是减税对美国国内市场规模变化的影响 它释放的消费力的问题 其实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因素 就是在比较中美劳动力成本的时候 过于简单化 就是把工资仅仅作为会计报表上的一个成本科目 但实际上企业真正去比较的 它在考虑投资中国和美国去比较的 并不是那个工资数字的多少 而是劳动生产率的问题 同样它也是一个投入和产出关系的问题 美国的劳工成本 你要算工资数字 它肯定比中国经济发达的地区还要高几倍 这个差距短时间内是不会缩短的 但是呢 另一方面您要看到就是发达国家 它劳动者受教育的平均水平比较高 这是硬技能 同时劳动力素质还包括一个软技能 就是个人和社会品格的问题 个人品格就包括劳动者的诚实责任心的程度 社会品格呢就是指团队精神 你是不是异于和别人合作沟通 是不是便于被管理 是不是这一大群人吃饱了 没事干就互相之间逗心眼子 玩儿妖蛾子 互相之间拆台捣乱 所以劳动者之间协作关系是否顺畅 它会影响到劳动生产率 劳动者的个人和社会品格 也构成了劳动力的隐形成本 因此我们在比较中美工资高低的同时 最终还是得从成效上来衡量 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刚性数字 说中国人工便宜 所以在中国生产就一定比在美国划算 虽然很多情况下是这样 但是呢也不是这么简单的看淡 那中国呢是缺少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让资本家觉得比较省心 就是中国工会组织不发达 所以罢工劳资纠纷少一点 可能资本家觉得少闹心一点 这是在中国的一个优势 不过呢中国有那么一个东西呢 有可能比工会还会闹心 这对资本家来讲是个长远的威胁 就是党支部 现在呢要求在外资企业里 也要普遍建立党支部 这玩意搞起来啊 它写党的权威 它很容易就变成企业内部的特殊利益集团 它也要来干涉经营 你老板还不好开除它是吧 所以这对资本家未来来讲是很大一个风险 从总体趋势来看呢 那些技术密集型的企业 他们在国际定价权上有比较强的优势 他们也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 所以工资高低这个数字 他们敏感程度要弱一些 他们更关注自己企业文化 创造力和对市场的反应效率 所以这部分企业在川普减税以后 我想他们回流美国的动力会更强一些 但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呢 像服装玩具鞋帽 他们我想短时间内不至于大举撤出中国 当然东南亚印度这些国家劳动力更便宜 但是这些国家有问题 就是基础设施不行 你像高速公路港口电力设施 它都不如中国好 而且他们的劳动力素质相比起中国也要低一些 所以说他们马上就能从中国吸引大批资本出去 这个倒不至于发生 总结今天的话题 川普的减税确实在中美经贸关系当中释放了一个大招 让竞争的天平大大向美国方向倾斜了 它不仅仅是削减了企业税负的成本 更重要的是它释放了消费力 扩大了美国国内消费市场的规模 那中国这边有什么应对之策呢 12月份联开的几个经济工作会议 那我觉得他们肯定会加急讨论美国税改 对中国影响的问题 但是确实中国政府现在能够应付这个状况的 政策性工具是不多的 因为双方这个财政政策所处的阶段是不一样的 你说中国能跟进减税吗 他不仅是不能减恐怕还要增加 那是不可能的 为了应对土地财政枯竭给地方财政增加的压力 他又不想多举债 那就只好加税 对城镇居民开征房地产税 所以中国城镇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还会受到挤压 那一段时间以后 这两个方向相反的财政政策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对两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我们就会看到了 也许一两年之内这个结果就会非常明显了 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